它使我更热爱生命更在世界 使我们会珍惜身边的所有的一切 作曲 李宗盛 欢迎陈雅华 雅华老师好 陈雅华老师不是音乐家 是一位摄影家 融合过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 其中一个组别的冠军 当然也融合过很多国内国外的国际性的大奖 等一下我们会慢慢分享照片背后的故事 很多艺术都是相通的 比如说像您喜欢吉他 也喜欢摄影 每一种艺术形式它都是用不同的语言 抒发美好的一种感情 您对摄影的这种爱好 它萌芽于什么时候 是小时候吗 我其实开始是喜欢画画 其实我很同意你刚才讲的那一句 就是说艺术是相通的 我从小任何跟艺术有关的我都会喜欢 都喜欢 比如看电影啊 看故事书啊 种种 甚至音乐啊 都会很喜欢 其实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哥哥和我一帮朋友 他们很喜欢这些艺术方面的东西 我记得他们就 有一天我哥哥带回一本杂志 那里面有一个同事 这同事对我影响很深 因为他讲到说一个妈妈和一个小孩的对话 妈妈就是那小孩的时候就问妈妈 那窗外是什么东西 妈妈说那是花 那是草 那是树木 那是房屋 那孩子又问那更远的呢 那是天空 那是云朵 孩子又问那更远 更远的呢 那时候我听了这首诗 我心里面是很澎湃的 觉得为什么这首歌 这首这么简单 不是对不起 这首诗 它这么简单的一首诗 带给我这么莫名的一种感动 当然后来我慢慢长大了 开始理解 是对外面的世界的一种向往 所以这开始启发了我 后来我想要去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的心态 那个时候你几岁 我想差不多十一二岁吧 十一二岁 其实达芬奇说过一句话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 我想是不是照相机也是摄影家 他心灵的一个窗口 其实是的 我觉得对我来讲好像我会 我常常觉得心和眼的一种联系 它很重要 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触发了我们的心 或者我们心里想的时候 让我们眼睛想要去看 所以它有一个连接性 所以这方面我常常都会跟人家讲 其实心和眼 就是摄影师必须要具备 对 好 那下面就让我们透过一段影片 来了解和欣赏陈雅华老师的摄影作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看到这影片当中收录的很多照片都是人像 在拍人像的时候 我发现你比较强调的是情感 我可以看得到人物的内心世界的情感 其实我觉得拍人像 它给我一个很好的体悟是 因为我们去释出理由 各地的人 他每一个人都因为历史 因为文化 国情种种 环境种种 每一个人的面孔都有一种很独特的样子 很独特的面貌 然后我觉得 身为一个摄影师 我其实唯一要做的就是捕捉他的情感 因为其他的元素都有了 所以我会 我这方面 我会通常 我一般上 我不会请叫一个人笑 我会给他自然的表达 如果他有点哀伤 我就拍他 那一点点的哀伤吧 如果是小孩子 他有点怕羞 我就喜欢把他抓住那个刹那怕羞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那是他们最真实的表达出来的 的一种情感 其实 如果我们用一个佛教的角度去看 这些人我们这一生中 就跟他这么一次的相依 他是一个很 他是一个感动 对我这样子感动 你可能再也见不到他 他这样的一个人 然后你觉得他 他很好看 他 他有个性 太漂亮 可是你不会跟他讲 因为我们没有没有共同的语言 可是那一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教会 然后你去邀请他 用一种很奇怪的手势什么 去请他说给我拍张照 然后他终于给你拍了 然后你拍了之后你要跟他讲 因为我们本身懂得摄影 所以我觉得摄影他 因为我有想象力 有创造力 所以再加上 原本那些颜色都有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 一个 凑起来的一种所谓的 就什么我们叫做化学反应 其实是很棒的 所以我都很珍惜这些画面 我觉得这是个太好的一种礼物 是上天送给你的 因为你真的 可能再不会见到这些人 这样的一个状况 这一生可能你只跟他相会在那一刻 那这一刻就定格成为一个永恒 对 其实呢这个摄影它 摄影艺术它的变迁 它是随着照相机的出现 它慢慢慢慢这样发展起来的 它对我们的人类的生活的意义是很重大的 我在网上有搜索了一下 关于摄影的意义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解读 有人说摄影是发现自己的过程 有人说别人眼睛里看到的是一张照片 在我眼里是一段故事 还有说照片是风干了的时间 放得越久越有味道 那我想问您对于您来说 照片或者说摄影 它的意义在哪里呢 摄影对我来讲 它的意义 我觉得它提升了生活的品质 它使我更热爱生命 更热爱世界 因为我发现比如说 它会使我很好奇地要去看 外面的世界 每个国家的风土人情种种 然后它也使我想要重新回看 我看了很多遍的一些 比如说街道 一扇门 一扇窗 它会开始使我们会珍惜身边的所有的意义 而且使我们生活变得很丰富 看万事万物都美 想到一个感觉 它给我们展示了生活当中的真善美的东西 对对对 好那让我们来谈一下 您那一张获奖的作品 这个照片的名字叫做破晓前的漫漫长路 是在中国拍摄的 那个时候是怎样抓拍到这样的一个瞬间的呢 对 其实我因为中国炎阳它本身很特别 它是一个古老的镇 我心里面其实是没有意料我会拍到什么 我只是在那个早晨因为它起了雾 对我们摄影的人来讲 雾就是意境的一种 我们很注重意境 那么早上就去等一下吧 看看会等到什么会出现 所以后来就出现了这个妈妈和这个孩子 刚好德士也跑得过来 所以那个状况对我来讲 它真的是一个考验 因为它就是在那个所谓电光火事的撒难 你必须做一个决定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要把德士给弃掉 因为它可能是一个干扰 如果把它弃掉的话 我会觉得人物会变得过大 它不是我想要表达的 那时候没有法子去思考就拍了下来 拍了之后我就回看的时候 我回想我那个念头是什么 其实我的念头是觉得 因为那个德士它在说明了一个时代的一个转变 所以那当然因为妈妈带着孩子 她情感很丰富 其实破晓前的漫漫长路 我其实指的是这个妈妈 因为我觉得东方的女生 包括了印尼 印度都有这样的现象 就是说一个妇女 她们的任务其实很大 一个妈妈 你看她可能去做工 可是她竟然要背着孩子去做工 所以我觉得 然后前路是漫漫 所以我觉得她有一个运异性在那边 就是那漫漫的长路 所以我讲的是这个 就是这个母亲 这个母亲她的前路漫漫 有一天我们什么时候 我们的世界才会对待 就是善待妈妈 但是您用的是破晓钱的 也就是说在黎明前 黎明当太阳升起的时候 雾一定会散去的 所以希望一定会出现的 对 对吗 孩子会长大的 对吗 那也就是说 我觉得您还是给了人们 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希望 这个要看 因为看的人 每个人看的感情不一样 其实在时代的变迁当中 的确是 我记得您很认同一句话 叫做摄影就是 与生活的一场恋爱 所以我理解的是说 其实生活有的时候 就是这样酸甜苦辣 柴米油盐 有时候它是很平淡的 日复一日 所以有时候生活 不是世情花意的 但是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您在发现了 我们在发现了 生活的不完美 但是我们仍然去热爱生活 所以还像跟他谈恋爱一样 其实这一句话 是来自一个美国的摄影师 他是一个摄影记者 我觉得很有趣 是因为我觉得 好像我们 他讲的其实是 人文几十摄影 因为人文几十摄影 其实我们在做的 就是我们去看 别人的生活 然后我们从他的生活那边 去寻找故事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探索 有点像谈恋爱的感觉 所以我本身觉得很喜欢 我会 所以我 可是我当然 我去做这件事的时候 我一般上 我会去寻找 美好的那一面 所以我觉得可能 谈恋爱感觉 差不多是这样 是 就是要用您的镜头 让我们看到 像那个妈妈一样 还是给我们看到 是破小钱的 那个希望的瞬间 天还是会亮 天还是会亮的 那现在陈亚华老师 很多时候会致力于 摄影教学方面 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前不久 陈老师的一场教学分享 哪里 OK 好 我们请进 分享我的摄影 名字就是卷阅智能 因为卷阅是蛮重要的元素 也是我选择的 性格是 还是你要用那个耳机 爱的 对 那我们一起 那亚华老师 他是我们 Tukibi淡色 叫第一一届的老师 已经提起来 十几年了 有一种 很莫名的感动 你看我们都有 梦想 其实他们都有 希望他们以后 都像我们这样 可以一起 看外面的世界 如果我 我们今天 一带一带的空间 差不多就 MASPORT的照片一带 2005年 我是雅华老师的 第一批学生 很无事 就问他什么 他都教 但也是很 很包容 因为我是很差的学生 从他的分享中 我体会到 为什么之前 我所拍的照片 是很漂亮 不过就是少了一种感觉 其实美不一定要很复杂 最主要就是看老师讲的 就是说有一个副题 然后找一个主题 那主题要很鲜明 就带出那个故事 带出那种 那种所谓的 他讲的 关系 我要分享的 就一条 谢谢大家 我们看到十多年前 您的学生 到现在还在上您的课程 您在这个教学过程当中 我想问您 您非常注重 启发学生的 哪一方面的部分 兴趣 我觉得我 热忱 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我发现 其实很多人来跟我上课 他们 有一些他们 他们根本不知道 他们要什么 有些人因为他做工久了 他觉得他想要 随便找一个兴趣吧 可是我 我最希望能够 取发人的 就是他 他的兴趣 而且他对 这个人世间 所有的美好的一种热爱 因为我觉得世界 天地有大 美而不圆 美无处不在 所以我通常 我会 我最喜欢做的事 就是带学生去看 就是看世界 然后看了之后 加上你的想象力 你的创造力 去把你所见的 装进的框里面 好好的把它带出来 所以我觉得做很重要 要他们去实习 去拍摄 所以您也带着 您的学生 去过很多的国家 去做一些摄影 这个教学的活动 好 那我们就下面 我们就来 透过一段影片 来了解一下 陈亚华老师 带着学生去的 这个国家 他们的一些 摄影的花絮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这些国家当中 您对哪一个国家印象最深刻 是在影片当中吗 其实尼泊有一些画面 我是很深刻 我感觉很好 我看到您拍到了很多一些 关于宗教题材的照片 我看到了两个字 前程 是不是人类不仅仅是对宗教 不仅仅是对于信仰 可能我们对于艺术 对于摄影 其实也是需要抱有一份前程 对对我觉得前程很重要 我觉得心的力量是很大的 所以我觉得不管有没有宗教信仰 我觉得我们都要有一种信念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我是非常认同的 所以当我看到 前程的人在祈祷的时候 我是特别动荣的 我觉得好像我们自己 好像我对我 比如说摄影艺术 我本身也是有一种很虔诚的心态 我觉得你要不断地努力 要不断地做得更好 我其实有这么一个念头 通常我们对于做艺术的人 我们形容他们都会用到一个词 叫做执着 我们会用执着来形容他对艺术的追求 我想您对于艺术这方面的追求 是不是也有一种执着 我有两个角度的看法 其中一个角度就是说 我有我的执着 我希望我拍得好 可是另一方面 我觉得我会受一些老师的影响 我发现很多很卓越的老师 我讲的不是摄影师 是另一方面 包括灵性的追求的某些老师 我觉得他们都是很放空 所以我在摄影的方面 我其实是这样 我没有很执着地说 你必须要得到这个 你必须要得到这个 我其实很放松 来 择来 择来自择安置 我会用这样的心态 可是我常常觉得 我会期待的 其中一个比较有趣的 用文字来讲 就是英文叫做 就是一种不期而遇的惊喜 我觉得这个画面常常会出现 因为你心里面 其实就是因为你放空 放下的状况 所以那些画面反而会出现 好 那所以说你会不会想到说 你想为这个社会 在你的有生之年做些什么 留下些什么 我记得我小时候想要说 我长大想要做一个油才 我觉得油才已经对社会有贡献 不过后来我开始长大的时候 我发现一个人的力量 他其实是有限 可是我们要保持着一种大爱的心 即使你做的是很微小的 所以这方面我常常 所以我觉得我好像我在教学方面 我的心态 我常常希望我会使一个人 对生活 或者说对这个世界 回去那最初的时候 对周遭的环境充满好奇 充满喜悦 充满着 会看到世界的美好 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 不管它怎么样来讲 它是美好的 所以你看我们看到的人 雾 一朵花 一片草 其实它都是可以很美的 因为你看到一片 我记得早期我看到一片叶子 我会感动到 留下一种喜悦的泪 现在我觉得我会 我自己留下一个悲伤的泪 因为你们一开始 没有发自己感动 所以我一阵子有这样的东西 我去检讨 所以我常常会觉得 你要回去那个最初 最初的那个心态 去看世界 我觉得世界是美好的 我想这些作品 反过来对您个人 有没有一些感悟或者体会 我觉得好像比如说花的时候 有一阵子我拍莲花 我发现莲花它给我某一种感悟 它 我常常 我记得那时候 我还写了一些短文 好像比如说 这边有一朵 它是一朵白莲 我拍的时候 它是一个倒影 在水中的倒影 那时候我真的是感悟很深 因为我发现 人生就是像倒影一场梦 然后在你最盛开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开始不像凋零 也是凋零的开始 所以我那时候拍这张作品的时候 它真的有一片叶酒在上面 就是一种凋零的状况 你在盛开的时候 所以整个人生其实是一场梦而已 你要去理解它 你要去看透它 然后你要好好地去珍惜它 好好地善用它 所以我觉得是很棒 我觉得佛法给我很多领悟 然后可以在我摄影方面 它其实丰富了我的画面 当然还有一个经验 就是在尼泊 我觉得尼泊的时候 我们去了一个粉画场 我觉得那时候我拍的作品 它不见得怎么办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那个时候 我觉得很有趣 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来自城市 他们在那边一条河 他们认为是一条圣河 就在那边经过一些尸体 然后火化 很多具尸体一直在火化着 然后我发现一些状况 比如说尸体在火化的 当儿有一个人 他就站在河很前 他就站在河那边 鲜花 鲜香 供花供香 供牛奶之内 然后我们觉得奇怪 因为在我们城市 我觉得烧尸体的地方 是有点阴气的 所以我觉得到底是 我们以为我们很先进 可是我们其实甚至比他们还迷信 所以那时候我有一个很有趣的 念头生得起来 觉得原来人家 你看圣河依然是圣河 不管多少具尸体在这里火化 它依然是圣河 当然我又看到了另一个状况 就是我看到河 就是尸体在进化之后 开始要送去火化 之前就有一群人 他们会去尸体进化的那条河 浅浅的河那边去挖 去掏 去看看可以掏出一些什么东西 就是尸体遗留下来的东西 我会很感叹 因为我想起商人曾经说过 艰苦之福 我觉得这些人都好苦 原来我们都是蛮有福气的 我们觉得没有可能的 只是哪里会移留下什么东西 可是他们还在那边 为了生活 为了生机会去做这样的事 所以我那时候觉得 出来外面看世界 用心去看世界 你的体悟会很多 其实一张好的照片 它是具有力量的 它可以改变人们 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人们透过照片也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 看到世界的真善美 感恩摄影师 用照片记录历史 记录下这宝贵的瞬间 感恩陈老师 感恩贾海花老师 做客我们的客厅 事就不难了 暖心力量 温暖前行